2015年,一部狼牙榜横空出世 凭借这部作品逆风翻盘的男演员胡歌 再次成为了备受观众喜爱和支持的男演员 重新回到了一线演员的行列 他和近东、王凯两位男演员 在剧中组成的铁三角 配合得默契无间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目中的CP 在这之后,他们又合作了《伪装者》 这部口碑佳作 三人在剧中饰演的名家三兄弟 再次为他们收获了大批忠实粉丝 凭借这两部作品的热播 他们三人都成为了当年的年度演员 然而从他们三人如今的发展状态来看的话 胡歌依旧是一线男演员 近东的发展也不差 唯独三人中的王凯几乎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一度霸平荧幕的他为何突然不红了 曾自曝在父亲去世一个月后 自己也被查出肺部阴影的王凯 如今身体状况怎样 王凯是湖北武汉人 1982年出生于一个工薪阶层的家庭 和他后来从事的演员事业不同 从他网上数三代 家里都没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 因此,自打他出生之后 父亲就没有想过他会进入艺术这个行业 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 日后竟然会成为宏极一时的大明星 和我们印象中彬彬有力 浑身上下都透露出绅士气质的王凯不同 他小时候特别调皮 爬树、掏鸟窝 给同学做恶作剧 我们能想到的导弹事情他都干过 由于热衷于玩耍 起初成绩还过得去的汤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已经成了班上的倒数 对此他的父亲 虽然曾严厉呵斥和惩罚过他 奈何无论怎么说 王凯都听不进去 最后他的父亲实在是无计可施 只能由着他去瞎胡闹 可能是小时候 把所有的调皮捣蛋都玩腻了 上中学之后 王凯慢慢喜欢上了艺术 成了班上的文艺分子 每当学校里有唱歌 表演之类的活动和晚会 他都会第一个报名参加 那时候 王凯的心里 一直向往着 能像电视机里的演员们一样 能成为一名专业的演员 去表演自己喜欢的作品 他原本打算读完中学后 就报考专业的表演院校 可惜高中毕业后 由于他的成绩 距离科班院校的分数线距离太大 他只能放弃了自己的表演梦 之后 他就放弃了继续读书 选择到新华书店 接替父亲的工作 每天在书店 干着按部就班的工作 王凯特别抗拒这种 没有激情和变化的生活 就这样 浑浑噩噩地上了三年班 直到有一天 一位导演觉得 他的外貌条件不错 就邀请他去北京 拍摄了一个广告片 拍摄结束后 这位导演对王凯的表现 非常满意 以为王凯是科班出身的学生 于是就问他 你是中系还是北电的 王凯直接说道 不是 我没读过大学 这位导演觉得 不应该浪费这么好的苗子 就建议他 你的外貌和条件都不错 可以试试去考科班院校 原本就一直对表演 念念不忘的王凯 听完这位导演的话后 再次被激起了 要当演员的欲望 为了实现心中的演员梦 他瞒着父母 把书店的工作辞掉 一个人跑到了北京 追求梦想 后来他的父母得知 他偷偷辞掉工作之后 特别生气 不过他们也知道 王凯这一次 绝对不可能再轻易放弃 为此 他们在痛斥了他一顿之后 建议他先去上海 租一间房子 好好学习备考 准备明年的考试 为此 他听从了家人的建议 只身跑到上海上系附近 租了一间房子 然后报了一个进修班的学习 通过近一年 费勤忘食的学习 2003年 在参加上系和中系 专业考试的时候 他成功被两所高校同时录取 最终去了位于北京的中系 和张力 张汉等人 成了同班同学 进入大学后 王凯并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 在按部就班的学习 而是一边努力学习表演技巧 把基础打扎实 一边寻求拍戏的机会 在他大三那年 他终于迎来进入演艺圈发展的机会 长相阳光帅气的他 被邀请参演个处女作 《寒秋》这部剧 在这部作品中 饰演热血青年黄元尚这个角色的他 把这个角色身上的年轻气盛和朝气磅礴的感觉 都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虽然他没能凭借这部作品活起来 却通过这个角色引起了圈内人的关注 第二年 他就被华裔公司相中 将他签约到公司旗下 凭借这部作品正式出道的他 这一年才23岁 2007年 从中系毕业后 王凯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发展事业上 先是参演了经典都市喜剧《丑女无敌》 在里面扮演广告导演陈嘉明这个角色 可惜 这部作品虽然火了 王凯却因为出演的只是一个配角 他并没有随着作品的热播而走红起来 之后 他又相继参演了《呼叫大明星》 知青 《北平无战士》等作品 凭借在这些作品中的精彩表现 没能在观众眼中走红的王凯 成功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 很多导演和剧组都愿意找他拍戏 2014年 王凯终于迎来了让他爆红的机会 和华裔约满后放弃续签 转身投入《正午阳光》的旗下 在《正午阳光》的力捧下 他先是参演了《狼牙榜》这部古装全眸剧 在剧中扮演一身正气 刚正不阿的靖王萧景岩这个角色 把这个角色演绎得特别好的他 作品播出后不仅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他也凭借这个角色 获得了《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 可见对于他的演技 大家到底有多么认可 参演了谍战剧《伪装者》 并凭借《明成》这个角色 再次火了一把 凭借这两个角色迅速爆红 一炮而红的他 迅速一跃成为当时的一线演员 得到了无数粉丝的支持 在这之后 王凯凭借超高的人气和热度 陆续又给观众带来了不少好作品 其中光是201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就带来了《青秋湖传说》 《欢乐颂》 《如果蜗牛有爱情》等作品 其中在拍摄 《如果蜗牛有爱情》的时候 把《铁血刑警》 记败这个角色 诠释得特别好 不仅得到了观众们的好评 甚至还获得了央视 焦点访谈的夸赞 可见对于他的演技 大家到底有多么认可 按照他那时候的发展和人气来说 他只要继续发力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如今的发展 必定不会比同样凭借 狼牙榜翻红的胡歌差 可从他们两人如今的发展来看的话 却已经是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的差别 曾经红极一时的王凯 就好像消失在了大众面前一样 一开始 我们所有人都不理解 他为何突然就不红了 直到他后来亲自爆出了原因 我们才终于理解了他的选择 自从成为演员之后 王凯就忽略了对家庭的照顾 由于经常外出拍戏的原因 他回家的次数特别少 2017年 在拍摄《英雄本色2018》时 他突然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 从电话中得知父亲生病了 患上的是肺癌 而且情况不容乐观 在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前 父亲已经做过一次化疗 在这之后 王凯就经常回家 为了照看生病的父亲 他甚至不惜放下他热爱的演艺事业 多次请假和推托拍戏 只为了能够多陪陪他的父亲 后来因为请假太多 他去找导演请假的时候 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幸好导演得知他的情况 给予了谅解 只可惜 虽然他在父亲病倒了 做了很多努力 父亲最后还是因为病情加重 医治无效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还没等到王凯 从父亲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 2017年3月 距离他的父亲去世 仅仅过去一个月的时候 他接到了一通 从日本体检中心打来的电话 在这之前 他跟随一个剧组 去日本东京拍戏的时候 曾在当地做了一个常规检查 没想到 这一查竟然查出了问题 电话里头对他说 你的肺部阴影像不佳 建议你去医院复查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后 原本当天 准备去剧场排练的他 立马放弃了排练计划 并对导演说 我身体出现了一点问题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暂时不参加排练了 之后王凯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再像之前一样的拼命工作 他把更多的时间 放到了陪伴家人上面 为了不让粉丝和喜爱他的观众担忧 他通过社交账号发文表示 病倒了 需要静养 有段时间不能和大家见面了 之后 他就淡出了大众的视线 参演的影视剧作品越来越少 他把更多的时间 用到了享受生活上 平时看看书 刷刷剧 偶尔约三五个好友一起吃个饭 生活过得舒适又恬静 为了保命减少拍戏的他 虽然因此断送了 本可以更进一步的事业 可对此他却看淡了 还曾在采访中表示 红不红已经不再重要 当然了 他也没有真正放弃热爱的演艺事业 在遇到一些好的作品时 他依旧会去参演 例如近几年参演的 《大江大河》 《青平乐》 《猎狐》 以及《山海情》等作品 都非常不错 只不过和以前相比 他拍摄新作品的频率 明显下降罢了 其实对于王凯如今的发展状态 很多观众和粉丝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毕竟无论再怎么说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相比之下 大家更担心的是他的感情状态 虽然他曾差点娶了 因为拍戏认识的附加千金 黄翠儒 可后来两人无稽而终之后 他这些年来 一直保持着单身状态 如今40岁 还是单身一人 这也未免太令人 替他感到着急了 最后 希望他在照顾好身体的同时 也能早点遇到他的公主 收获属于他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继续 明镜与点点栏心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